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回到卧室吸食一些粉 边吸边给自己的前夫打电话 小美请求前夫让自己的儿子接电话 但前夫果断拒绝了她 并挂了电话 这让小美很绝望 很痛苦 于是她吸食更多来缓解自己的焦虑 但冥冥之中的恶性循环 让她离自己的儿子更远了 这边爱迪酒吧的工作结束 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 爱迪的家人都已经睡下了 爱迪悄悄回到自己房间 打开灯 屋子的墙上贴满了海报 还有身穿比基尼的美女 有颜色鲜艳的跑车 也有世界功夫巨星李小龙 这眼人是一个思春期少年的理想小窝 爱迪脱掉衣服站在镜子面前 打量着自己的下体 时不时还比划两下功夫拳 早上爱迪的妈妈在厨房做早餐 阳光照进厨房 花色的上衣映衬着妈妈金色的头发 如果不知道的话 她妈妈显然是一副嫌弃良母的模样 但事实是爱迪跟母亲的关系很不好 爱迪高中辍学并在酒吧 那种在父母看来不三不四的地方 上班 这让爱迪的母亲对此很不满 来到一家音响店 小黑正在给顾客介绍一款 影响产品的性能 虽然小黑滔滔不绝充满激情 但是顾客好像并不买账 没有被小黑的解说所吸引 不久之后顾客离开 老板过来批评小黑 说他的解说 老套又没有心意 小黑很委屈 一腔热血被浇灭了 但没有办法 谁让人家是老板呢 小黑的路还有很长啊 这边在酒吧里 爱迪也在被老王用套路 慢慢的俘获 但老王的套路明显高明多了 他不是游说派 也不是体验派 他派他的御用女演员 一个还在上高中的溜冰鞋女孩 来到爱迪上班的酒吧 引诱他 溜冰鞋女孩把爱迪从后处 拉到小杂物间里 二话不说直接上嘴 不 是上手 也不对 反正就是 收嘴便用吧 事后爱迪下班走在路上 老王带着溜冰鞋女孩和小美 顺利把爱迪引诱到车上 一些人来到饭店 老王带着两美女给爱迪 讲她的红图大志 说自己想拍与众不同的承认片 一个有隔天有内涵 不同以往的艺术电影 爱迪一听 哟 上头了 顿时也是摩梭擦掌 摩刀祸祸的准备在承认片领域内 干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随时来到老王的家里 老王直接让爱迪和溜冰鞋女孩 当着她的面上演承认片 雷冰鞋女孩丝毫没有推辞 转身放了一首音乐 就偷光了衣服 向爱迪和老王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 在体会完绝妙的承认世界后 爱迪已经感觉美好的人生 要向自己招手了 很晚她才回到家里 这时候妈妈在客厅正等着她回来 叛逆气的少年和愤怒的妈妈 即将迎来一场大战 爱迪的妈妈也就上去开骂 接着就是各种言语侮辱 刚在外面穿风得意的爱迪 哪说得了这种 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 气急了妈妈 甚至却撕了爱迪房间里 她心爱的海报 爱迪彻底生气了 她又委屈又愤怒 妈妈不承认她的价值 这样17岁的爱迪 丝毫不能理解 她的理想 她的抱负 成了母子两人之间 不可逾越的鸿沟 爱迪夺梦而出 一把扎进老王的怀抱 以及新世界里种种兴起的东西 老王的别墅仿佛就是成了饮店员 这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年轻人 寻欢作乐 老王给爱迪介绍了一些她的朋友 朋友们都很友好 也很快他们就熟络了起来 这是老王的电影投资人也来了 一个白发头的老头 她带了一个大概只有20出头 模样的女伴 在夏天的郊阳里 游泳池旁一片春色 这个时候小黑又出现了 这次她又被一个美女嫌弃了 说她穿的不够时髦 气得小黑又是一顿暴走 小黑找来酒吧老板大胡子寻求安慰 这时电话铃响了 一个人打电话说要找妈妈 热心的大胡子放下电话 蛮长走着 呼喊着一个叫马鸡的妈妈 但一群身穿比基尼的美女 没人说自己是马鸡 在大胡子挂上电话 这时角落里在沙发上 刚吸完毒的小美抬起了头 一脸愉悦的看着不远处 正在跳水的爱迪 前人不知她的儿子 刚刚给她打过电话 都品蒙蔽了她的心事 儿子的最后一次主动 也不得错过了 不得不说老王的别墅里 随时都在上演着戏剧性 且极具讽刺的场景 老王的另一个工作伙伴 金发男 看到了不远处自己的妻子 正在跟别人在水泥地上 公然表演亚当夏娃 偷吃静果的场景 旁边围了一群人密不透风 金发男走了过去 一脸被虑的表情 但他妻子却不顾他的脸面 直接喝斥金发男 让他走 金发男走过来 告诉他的同事 他的同事不但不同情他 反而趁金发男走了 自己也跑去看 是啊 免费的表演 不看白不看啊 另一方 也即马上要闹出命案了 在窝的男孩们游泳兮兮 在屋里的女孩 一息时过量毒品昏倒在地上 抽搐不停 嘴里也不断吐血 电情一看原来这是 投资人白发老头的女伴 虽然是女伴 但白发老头表情冷漠 只是感觉自己 呃 又多了一个麻烦 他干净利索的 命人从后门抬走 这吓到了正在从后门进来的小白 小白来到游泳池旁边 叶眼就注意到艾迪了 不得不说 长得好看 还真的是男女通吃啊 小白主动上来搭讪 但是 艾迪却被投资人白发老头叫做了 老王向艾迪介绍了白发老头 说他是自己拍电影的唯一投资人 也就是说是金主爸爸 果然 投资人就是霸气 上来就要求看一下艾迪的下体 美名其约的 演货 果然投资人很满意 这意味着艾迪的演艺生涯要正式开始了 在老王的拍摄现场 艾迪马上就要正式上场了 她很担心 也信心十足 毕竟你知道了 这玩意儿不需要努力 只要天赋就好了 跟艾迪搭训的是小美 小美虽然吸毒也生过孩子 但是不得不说 她确实很美也很性感 两人在一群工作人员的围观下 秉承着专业认真的工作态度 彻底征服了在场的工作人员 拍摄很顺利 导演很满意 艾迪的表演工作顺利进行 在艾迪的建议下 他们更是独创了别具一格的 功夫风成人片 这满足了艾迪的李小龙情节 更是实现了导演的艺术理想 这种创新的拍法 让艾迪获得了三级片领域的各类大奖 一时风光无限 事业成功后 当然需要买买买 没过多久 艾迪已经是豪车豪宅相伴 身边更是美女如云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 青涩懵懂贫穷的小孩了 艾迪甚至登上了杂志报纸 可以说现在的艾迪真是春风得意 步步高升啊 很快1979年过去了 1980年马上就要到来了 这个节骨眼上 美国影视行业正在发生巨大展变 果然在1980年的跨年夜里 一个开剧院的老板找上了门 大家人一堆巨男靓女来着老王 告诉他成人片里 胶片时代即将过去 录像带模式的成人片正在崛起 剧院老板想要老王跟着他 一起用录像带拍电影 但是拥有艺术理想的老王 想要拍的是那种剧院式的影片 而不是那种可以在家看 闽人众人的片子 两人为此争执不下 这是院子里小黑又出现了 这一次 他好像彻底屈服于当下的时尚 他戴着一顶脏便假发 穿着最流行的流苏编外套 一个人忧郁的坐在一旁 好像一个被破墙形融入积极的小孩 这样的他吸引了一个白人女孩的注意 女孩主动走过去找他攀谈 小黑随即脱下了假发 但白人女孩并没有因此不喜欢他 两人依旧谈笑丰生 看来这一对妥了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屋子里的人们都在准备倒计时 但此时的金发男 嗯 就是前面被老婆绿的那个 他到处找自己老婆都找不到 屋里屋外行是一圈 东找西找的 终于他听到某个房间里 老婆的声音声 一开门 果然他老婆又在跟别人坐床上运动 金发男什么都没说 又轻轻关上门 独自朝屋外走去 他走到自己车上 拿了什么又进屋去了 此时外面的人正在欢呼着 倒数新年的最后十秒 金发男回到那上门前 打开门砰砰的两枪 结束了他老婆和那个男人的生命 他自己也在屋门口 隐淡自杀了 完美干净利索 堪称自杀界的典份 暴力的愉悦 必定有暴力的终结 整眼间来到了80年代 艾迪的影片也因为出现过多的暴力镜头 而被媒体质疑 他甚至拍了一个纪录片来解释自己的电影 但是雪上加霜的是 此时的投资人白发老头 因为窝藏未成年人吸毒 至其吸食过量而死亡 被捕入狱 在监狱里 老头仍不承认是自己的失误 这让老王很失望 很无语 两人的关系也随之终止了 这就少了投资电影的来源 老王不得不启用剧院老板的新人 拉拢剧院老板 也次来弥补自己资金上的短缺 看着启用的新人 艾迪对此很不满 但也无能为力 着急的吸上了毒品 而且愈加严重 脾气也变得暴躁不堪 甚至都有点举不起来的意思 呃 他可是靠这吃饭的呀 这更让他暴躁了 直接在水池边跟老王吵了起来 言语激烈 行为过激 老王起初宽容他 但艾迪越发的过分了 终于他俩闹掰了 艾迪被开除了 但人家艾迪多才多艺啊 扭头就来录歌 准备改行当歌手了 但是铁打的老王流水的演员 然老王这边用新人 也用的是顺手呢 但是艾迪却越来越堕落了 跟朋友们一起吸食聚重 吸毒疯狂吸毒 巅峰时期的辉煌 好像没有存在过 录完歌更是因为 没钱付磁带的钱 录好的歌直接被老板给扣下了 任凭他们怎么争取 磁带还是被扣下了 接下艾迪彻底破产了 事业停滞 人生无望 梁上的毒瘾更是难以自拔 而此时的小美也终于穿戴整齐 来到法院再次申请 盼望儿子的权利 但丈夫有律师的加持 并告诉了法官 小美有吸毒和卖淫的历史 这让法官大跌眼镜 小美对此支支吾吾 苍白的解释 丝毫没有说服力 只能是出来后 躲在角落里哭 唉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洗白是没用的 有些事情做了就是做了 成年人的事情 最先要学会的就是承担后果 小美显然还欠缺点 破产的艾迪已经沦落到位几十块钱 在车上跟人表演下体勃起了 关键是 他还做不到 这激怒了他的顾客呀 在深夜的街头 他被人暴打一顿 奄奄一息 事后艾迪不但没有反思 自己为什么会沦落至此 还跟朋友们策划好 要空手套白狼 准备用一包形刺毒品的苏打粉 去骗一个有钱的瘾君子的钱 本着骗到前后就溜走 但是同行的一个人突然反悔了 他掏出手枪 威胁隐君子 掏出更多的钱 枪战一触即发 艾迪死里逃生 开着快门游的车拼命逃命 这下艾迪彻底觉悟了 他觉得拯救自己的人生 还得靠以前的贵人老王 于是他又去老王的家里 可怜巴巴的真诚的向老王道了歉 两人重修旧好 又成了一个无敌的组合 仿佛做了一场大梦 一切都回到轨道上 小黑终于有了自己的门店 准备大展红土一番 溜冰鞋女孩也回到了学校 腿下浓重的眼装 又回到了一个清纯少女的模样 而窝藏未成年人吸毒的投资人 白发老头 也在监狱里过得苦不堪言 艾迪人就做老王的成人片男主 只不过退下了一生力气 变得柔和劣质了许多 影片完 艺术电影有好多细节 需要观众朋友们自己去发掘 如果小伙伴们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找资源观看哦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